近期虾皮拍卖和全家便利商店 合作推出购物满99元免运费的活动 买家疯狂地下单 造成全家便利商店物流严重塞车 店对店的服务无法消化庞大的订单 消保官表示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失 可以向全家来提出损害赔偿 全家便利商店广告标榜店到店取货迅速方便 不过近期因虾皮拍卖推出消费满99元免运费 网路订单塞爆 全家的店对店物流大塞车 不只虾皮买家取货时间大delay 连其他透过店对店物流系统的买家都受到影响 差不多五天吧 如果上面说几天到几天 你延迟的话 当然是我全运会受损 不只买家取货时间延迟因物流系统塞车 由网路卖家抱怨生意受冲击 并秀出虾皮拍卖公告讯息 写着全家物流服务将在十一号周五起暂停服务 但为了留住客人订单 只能咬牙自行吸收运费 他们大部分很急的就是从其他通路下单 那等于可能我们买家会 卖家会要承受一点运费 全家有没有接受这个运送的 那个有没有跟你成立运送的契约 那如果成立了 那当然还要按照你们运送契约上面来进行 如果全家有delay的话 当然直接要跟全家求偿 那全家如果觉得这个 他的delay是因为虾皮之间的 虾皮的关系 那他自己再去跟虾皮做求偿 虾皮拍卖官网公告 到货时间将延迟五到十天 并在九月提供全家咖啡的兑换序号 补偿买家的损失 下周一 消保官将邀请全家便利商店 及虾皮拍卖 针对民众权益受损的部分 进行讨论 以厘清后续的赔偿责任 记者黄历委吴家宝 谢奇文 中央报道 八月还没有过一半 台北市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 就有八天 破了台北站 一百二十年来的高温天数记录 而天气热 也出现了不少中暑的案例 日前就有一名五十九岁的男性工人 在大太阳下 连续工作两个小时 出现走路摇晃 讲话不清 最后昏倒在地 松衣抢救四天 虽然捡回一命 但是似乎因为温度过高 已经伤及大脑 三只大电扇 在急救床旁猛吹降温 急救团队还在病患 全身喷水冰敷 日前一名五十九岁男性 在工地钻地时 疑似不耐烈日 狂晒中暑昏迷 被送到医院时 体温一度冲到四十三点八度 昏迷指数只有三 经过四天的抢救 才从鬼门关前捡回一命 生命状况虽然稳定 但这名男子的大脑 却已经受损 大部分热伤害的病人 在四十度之前 可能只是热衰竭 全身无力等等 超过四十度的时候 可能就会昏迷 那这两天 我们发现这个病人呢 他的目光呆滞 讲话非常慢 反应迟缓 医生表示这名男子 疑似昏迷了一段时间 才被人发现 大腿臀部双臂 背部都有一到二度的烧烫伤 送到医院时血压很低 加上目前已经出现 急性脑病变 急性肾衰竭 恒闻肌溶解等症状 严重还可能引发肝衰竭 弥漫性血管凝血 只能尽力治疗 而烈日高照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气象专家提醒民众 接下来一周高温 还是有机会上看三十八度 医生也提醒 根据实际测量 在水泥地或国游路上 所测到的温度 通常会比气象局 预估的温度大约多三度 包括长时间户外工作 劳力型工作者 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 或心血管疾病的病患 都是热伤害的高危险群 外出时一定要撑伞 遮阳多喝水 以免热伤害找上升 记者我要与陈昌伟台报道 慰安妇是一段历史阴影 每年的今天 8月14号 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由于今年4月 慰安妇莲花阿嬷过世之后 台湾只剩下 两位的慰安妇幸存者 担心慰安妇急速凋零 副委员会急声呼吁 日本政府要承认这段历史 并且由首相公开的来向 被害人道歉 同时也期待 蔡政府能够积极出面 向日本政府求偿 大提琴手演奏音乐家 邓雨贤的碎心花 悼念慰安妇这段历史阴影 8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前夕 副委员会发起日人疑性活动 邀及民众在图卡上写下 对慰安妇阿嬷以及对日本政府想说的话 希望8月底记达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我就会写说 就是应该要面对事实 然后不只是让阿嬷们心中的少女自由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 墙上挂满慰安妇照片 副委员会一九九二年开始协助 五十九位台湾慰安妇求偿 到现在只剩两位幸存者 但日本首相迟至今日 依然未公开向被害人道歉 妇权团体除了向日本政府重申诉求 也呼吁蔡政府出面协助 的确在官司诉讼 或是在很多的对日求偿运动上面 目前还没有看到日本政府的一个回应 这个地方的确是让人挫折的 每一任总统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外交关系的一些为难 但历史的正义是不容忽略 不容抹灭的 由于韩国是第一个 揭开日军性暴力的国家 日本政府也曾经承诺 愿赔偿韩国慰安妇 副委员会将派出十五位高中生 到韩国参与青年交流活动 希望为安抚人权运动 以及讨公道的责任 能交给年轻人 记者黄云金张子佳 台北报道 台南的四昆升海滩 是当地最美的海滩之一 但是在上个月底 台风过后 全部都是垃圾 还有塑胶袋 绵延大约三公里 环保局表示 目前已经在清理当中 而环保团体则是强调 希望政府可以制定更严谨的规范 从源头材料的改变 限制或禁止使用 真正做到回收再利用 来减少污染的状况发生 走进台南四昆升的海滩 原本应该是要美丽的海滩 但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 大约三公里长的海岸线 全部都被垃圾塑胶袋占据 而这样的状况也污染海洋生物 长年监测海洋废弃物的 台南涉大海废舍 一早也派志工到场关心 志工说 而这些垃圾当中 最多的就是塑胶袋 这些垃圾只会不断的碎裂 并不会分解 因此也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 所以政府必须要制定更严谨的规范 保力龙的颗粒 它很容易碎掉 我们就算剪了一大堆 还不如去剪一个大的垃圾 因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 可以替换的东西 还有关于塑胶袋部分的话 我们一直在实施的就是 我们就是配合中央政策 一月要开始 我们的行业也会增加 希望能够来做一个 所谓的减少它的使用量 台湾市环保局强调 塑胶袋是否要禁用 则是会配合中央政策来实施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整理海岸 因此已经派员清理现场 希望短时间内 可以将海岸恢复原貌 记者文正恒 台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